我的一位好朋友,孙女士,53岁,肥胖体型,发现血糖升高6年,血压升高3年左右,平素无三多亿少现象,自我感觉良好。 偶测血糖,空腹血糖9-10毫米每升左右,餐后两小时血糖14-18毫米每升,口服二甲双瓜及格列本尿治疗,平日,她对自己的疾病从未重视,不注重学习糖尿病的知识,不听从医生的劝告,生活上我行我素,想吃什么就吃什么,不控制主食量,随便加餐,各种水果,坚果不离口,不爱运动, 监测血糖,血压不规范,不及时复查,凭着感觉走,血压有时高达1595毫米拱柱,随便吃点口服降压药,血压正常后就不吃了。 一天晚上,她感觉心前趋不舒服,自行口服,心饱数力入睡,待第二天早上家人发现异常,立即送往医院,诊断为急性心肌梗死,虽然积极抢救,但未能满回她的生命。 甚至惋惜,六年的高血糖足以让人体发生太多变化,她用生命的代价告诉你,她走过的治疗班路,你不要再走了,治疗糖尿病,别凭感觉,得听医生的。 心前趋不舒服,别不当回事东西是糖尿病病情,最易加重和并发症多发的季节,糖尤要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,经常复查,包括心脏的情况,因为高血压与高血糖是一根糖上的两个苦瓜,约有70%到80%的糖尿病患者,合并有高血压,糖尿病和高血压共存,会加速糖尿病大,血管并发症的发生。 一旦得了高血压和糖尿病,其发生心肌梗死,脑血管意外的概率,将远远高于只得其中一种疾病的患者,就如上面的孙女士,发生猝死的机会就会大大增加。 在此,提醒各位糖友,一旦有心潜虚不舒服的症状,立即到医院就诊,不要自己随便吃药,麻痹大意,以免错过抢救的最佳时机。 一,吃饭不能随心所欲,糖尿病患者吃饭不能随心所欲,要合理饮食,控制以天的总能量的摄入,猪食要限量,满足身体需求即可,增加全穀物和各种豆类的摄取。 因为这一类食物,富含膳食纤维极微量元素,血糖生成指数又低,既有利于控制餐后血糖,又有利于控制体重,多吃蔬菜。 种类,颜色要多样,每天最少吃一斤500克左右的蔬菜,可以适当多吃,以深色,绿叶菜为主,多数蔬菜的血糖生成指数低,同时富含膳食纤维和维生素,可以增加糖友的饱腹感。 起到润肠通便的作用,水果适量,水果有助于预防糖尿病病发症,如果血糖控制较好,可以适量食用水果,每天100到200克,要选择那些含水分多,含糖量低的水果,如青瓜、西瓜、橙子、柚子、柠檬、桃子、李子、杏、枫、枇杷、草莓、草莓、樱桃等,时间应放在两餐之间,同时减去相应的主食。 油脂,每天的摄入量为25到30克,要警惕坚果类,因为各种坚果含油脂较高,如18粒花,生米就能产生10克油,如果摄入坚果,要限去相应的油脂量,坚果不离手是不对的。 低盐饮食,每天食盐用量不超过6克,同时,应限制摄人含盐高的食物,例如胃精、酱油,合并高血压患者,更应严格限制摄人粮,限制饮酒,调整进餐顺序。 先吃蔬菜,其次肉类,最后主食,先吃蔬菜容易有饱腹感,有利于控制主食的摄入,同时控制进餐时间,也容易在有饱腹感时,能及时中时继续进食。 得了糖尿病,必须要运动运动可以增强体质,提高机体抗寒和抗病能力,也可刺激胃岛素分泌,对调节血糖、血压、稳定病情十分有益。 所以,糖尿病患者可根据自身情况,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形式,做到吃动平衡,也就是吃进去的食物想办法把它消耗掉,不能让能量变成脂肪储存起来。 把BMI控制在18.5到23.9千克每平方米。 最为理想,监测血糖也要监测血压,冬季人们容易摄入高脂肪、高热量的食物,同时由于气温较低,人们的户外活动又明显减少,因此血糖、血压容易升高。 这样一来,糖尿需要比平时更加严密的监测血糖、血压、病情较轻的患者,每周都需要测血糖。 严重者需要每天监测,还应关注血压的变化,每星期至少检查。 一两次血压,最好将血压控制在13080毫米拱住以下,这样才能随时掌握血糖、血压状况,及时调整治疗方案。 保持情绪,稳定冬季出门活动少,朋友很少聚会聊天,容易出现情绪波动,而情绪激动会引起脚感神经兴奋,可促使肝脏中的糖原释放进入血液。 而是血糖、血压升高,导致病情加重或降低治疗效果,因此病人应学会控制情绪,避免负性情绪影响,保持情绪稳定。 规律用药,按时服药药物,包括降糖药及降压药,不要自己随意调整治疗方案,更不能血糖或血压达标了就停药,应及时与医生沟通,听从医生的建议,要注重学习知识。 学习是最好的药物,通过学习,可以改变自己不良的生活习惯,更有利于健康,戒咽咽草中还有一种天然成分,去甲咽碱,会使血管收缩,静卵,血供减少,组织缺血,缺氧,吸咽不仅是糖尿病发生的危险因素,还会增加高血压,糖尿病,关心病,脑血管意外等的发生。 所以必须戒咽,孙女士的经验教训,值得每一味糖尿病病有借鉴。 调 Effects 调 Based 调 调удь 调 调